- 國華大帳夫的投資好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來跟各位來談一下WiFi7這個族群 WiFi7這個族群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工商有提到WiFi7特別是瑞育聯發科還有利基 我想WiFi7我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說從這個AIPC還有銷電這一塊有機會有 這個復甦成長力道特別今年是WiFi7的這個元年 那很多的這個網通設備會開始導入這個從WiFi5、WiFi6 那會導入這個到WiFi7這一塊 那今天的這個工商再次怎麼樣 提到這個WiFi7這個題目 那關於WiFi7這一個呢 來各位我們可以稍微來看一下 這是工商今天的這個 蠻大的一個版面 他想說WiFi7省展開 聯發科銳欲熱 那裡面當然有提到幾個關鍵 最主要是在這一個國外的營運商呢 開始導入這個WiFi7跟 10Gpong的這個新技術 那我們台系的 這個晶片大廠都抱有樂觀看法 那當中呢 聯發科 有推出這個領先的這個WiFi7 這個解決方案 而且他的現在進展是超出預期 那另外呢 在這個 歡頻 路由器跟筆電 都有強勁的成長 特別現在 比較高規格的筆電 他就會領先去佈局在這個WiFi7 這一塊 那瑞玉呢 他目前在WiFi6跟WiFi6E的市場 是有這個 領先的地位 那當然 在WiFi7晶片下半年也會開始怎麼樣 做出貨 那另外一家公司就是射頻IC 上游的射頻IC就是前端射頻模組的這個 公司 利基 他有怎麼樣 各大 主晶片平台參考的設計 我想這一塊呢 各位可以稍微 留意一下 那當然 在 這個 工商這邊主要是把瑞玉跟利基的4月營收 拿出來比一比 比如說 瑞玉的年征 4月營收是年征21.9 那佔上怎麼樣 重新佔回百億的大關 就是 單月 單月營收 破百億 那月增是11.4 其實也蠻漂亮的 那利基呢 最近公佈 他的4月營收是 年征31.6 那月增是7.6 也是年征跟月增 都是同步的做成長 那關於這個瑞玉的部分 來 除了這個工商以外呢 其實在昨天 瑞玉他 公佈營收之後 這個 工商也給他一個 大的標就是 消費性電子逆襲 好 那各位如果你記得說 其實我在 過去這一季來 我都跟各位講說 其實 我持續看好這個 消費電子 會有機會持續 從這個股底 慢慢走向 復甦之路 那他一旦走向 復甦之路 我說 其實他的漲幅 從股底上來的漲幅 他 股價漲幅 不見得會比 這個 AI 伺服器 等等相關概念股 還要來的差 而特別 這個消費電子的基期 來的 低 那 現在AI多數的股價的基期 相對比較高 那當然不是說 基期高就不會漲 而是說 基期低的未來 彈上來之後 他的這個 波段漲幅 其實不會比這個基期高的 來的差 這是我一直來跟各位 做強調的一個概念 那說到這個 瑞玉呢 其實你要去看 他在這個 以這個 今年以來 這個單月營收 各位你可以看到 這個 藍色的是 這個 2023的 2023的 那你可以看到今年 今年 他的這個 營收 你可以看到 對比 對比過去一年 過去一年其實你可以看到都是 在去年9月以前 去年9月以前 對比在之前的一年 那基本上都是衰退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從 從這個 去年的11月開始 就是在這個橘色這一塊 去年11月開始 他其實都已經怎麼樣 都是這個年征 在做成長的 所以代表說其實 以這個瑞玉這家公司來說 他其實慢慢怎麼樣 慢慢 已經重新 過去這半年來 已經重新 走回怎麼樣 每年 跟去年同期比年增的這個付出成長的一個 趨勢 OK 這瑞玉的部分 那另外一檔 各位 就是 利基的部分 那講到利基 其實我們在這段時間 我們都跟各位 講這檔股票 比如說 我在這個 4月29 的時候 我節目中 我有先跟各位做蓋牌 就這一檔 那 我們利基在4月24號 其實我們 圈內打班 我們就在168塊 來做佈局 而且我在 如果你有訂閱我的這個 關LINE的話 小老鼠 HH888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 這個是我們在關LINE 我也是提早就在告訴你 就是在4月26號 我們顧取之後 我就 持續在跟你追蹤這一檔 而且 還把這個 分時走勢貼出來 那當時是蓋牌了 沒有讓你知道 那 你的 我們這邊下面有這個 QR Code LINE的QR Code 跟這個 還有這個 YT的QR Code 你可以掃起來 那你就可以 領先 不管你是 電台的 華語電台 台中這個 保暖電波 的電台的觀眾 聽眾 或者我們中視的觀眾 你都可以領先第一手來掌握我們的這個資訊 那 我之前在 就跟這個 4月26號布局之後 我們就跟各位講說 這檔還沒漲 你趕快來跟我們布局 從4月24之後 幾乎天天都在提 那4月29 我在節目中 再跟你做一次預告 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 當時 當時的畫面是這一個 那我可以跟各位來 今天來跟各位做開牌 我們當時節目上跟你講的 是不是這檔利基 就是 我現在給大家看 是不是 就是4968的利基 那利基呢 其實各位你可以看到 他這兩天的股價 他已經來到 這個 從4月 2月29那天 我給你蓋這一張的時候 他是182 那 昨天呢 他已經來到多少 昨天 5月7日他已經來到19 19 19 那我們什麼時候布局呢 我們在這個 4月23 4月23 4月23我們全壘打班 其實在這個4月24有抄底 創為92.5 後來其實 短作一兩塊錢 我們94.3 獲利了結之後 我們把整個資金有沒有 連同這個 治危 連同 治危在4月4 賣出的資金呢 我們怎麼樣 我們加碼了這個利基 而且買在168 買在168 所以 你可以看到說 168買進 那 到這一個 這兩天有來到19 所以這個利基 好來 好所以一張 2萬的價場 你就可以輕鬆 獲利都帶 那其實這一支利基呢 我在這個4月9 母親節前 我就有邀請你 我當時的股價 還在180附近 等於說我說 在母親節前 你來佈局 那這一個 母親節後 我說母親節的這個紅包 問題大餐 我來包給你 你如果是在 4月29 佈局 那你一張有 1萬以上的價差 當然 如果你跟我一早 更早 買在絕情谷底的話 那價差 至少就有2萬的空間 這是關於利基的部分 那其實這檔利基呢 我們現在 來看一下這檔利基 我在之前 母親節前 我在4月29 前後 我 當時在節目當中 我怎麼講 是不是 在還沒有漲起來前 我就已經邀請你 要來跟我 超級佈局 好來 現在很多 我講的消費電子跟 AIPC的供應鏈 都還在低檔 你趁這時候 提早來佈局 這一兩天你進場 我相信到 5月12號 母親節 錢你要包紅包 你絕對包得出來 你要吃大餐 你要一桌吃好幾萬的 你絕對怎麼樣 付得起 母親節的紅包 兩個禮拜後 你要包出去了 如果你想早點賺到 母親節的紅包錢的話 你趁現在這一波拉回 趕快來把握每一次 你可以揮棒的機會 把握好不容易來的甜蜜區 你看這一檔 我們168佈局 今天182了 好所以重播 你都看到了 那其實這一檔立即 我們今天不是 我們在 4月不是第一次操作啦 其實 過去呢 從去年的12月 我說我看好這個今年 是Wi-Fi 7的元年 在之前12月15號 我們這個IC設計班 173就買過一次 然後在 21號 先進科技班 182也跟進 再買進 然後呢 到了1月11號 在這個 100 拉回到165 我們就怎麼樣 再買進一次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過去這幾個月的時間 我們說我們在這個 12月 分別IC設計班跟什麼 先進科技班都有在 這個 價位買進 然後 然後1月呢 有再拉回 因為月底 年底那時候 所有的IC設計股都大噴 然後 在1月底又拉回那時候 拉回到158 我們這邊在165 那附近又再買進一次 過了1月之後呢 過年完 整個2月就 急拉到248 248 所以 愛西班 愛西設計班 神經科技班 那其實後來 在你這邊買進的 其實 後來這一段都有賺到 那 之後呢 我們就沒有再跟你碰 立基電 一直到怎麼樣 我說 我們耐心怎麼樣 等待一季好球 拉回 再絕情孤底 再 一次揮棒 就是在 這個4月19盤中 台股大跌 1000點那一天 之後 在這裡重新 在阻底的時候 我們再重新布局進場 所以 這檔立基 我們的勝率 也是怎麼樣 百分百的操作 我說 我也是跟各位強調 你做一檔股票 就是不管你最近做營建股 還是你跑去做這個 傳產 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必須要怎麼樣 你的每一次的出場 勝率都能夠怎麼樣 都能夠完勝 我說你的這個 財富怎麼樣 你才有機會怎麼樣 往上累積上去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說 穩超 你要穩超勝算 的股市人生 你怎麼樣 跟對人付貴文中求 不要 就是說 避免怎麼樣 不斷的 你看 以這檔立基電 我們買在這邊 現在 已經怎麼樣 2萬入袋了 至少 我如果要現在賣 那就是2萬入袋 那我不賣 那後面 他有沒有機會再上去 但是 你現在看 當初你去追在這邊的人 那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追在這邊的 你有沒有一套 你可以在這裡 安全出場的勝率 勝率 如果你在這邊 你是all in 那你到這裡 你沒有資金在加 你就只能怎麼樣 在這邊等解套 可是呢 如果這一檔呢 你當初就算你買在這 你買在這 可是 如果你有把你的資金做 分幾批的 操作的話 來 你在這邊 比如說 這一根 長黑 你買一次 好 這根長你買一次 然後呢 這個 在這邊 4月19號大跌那一天 你再買一次 那其實基本上 這邊買的 你這邊 已經怎麼樣 已經是有賺的 那他如果再上去的時候 你第二 下來第二筆加碼 你也會賺 那你賺了這一筆 你後面 假設漲到這邊 你再賺這一筆 基本上 你套在這裡的 你都解套了 所以 我覺得 重點在於說 一檔股票 你怎麼怎麼樣 你怎麼 從怎麼樣 從 追高 後來到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到逆轉勝 而變大賺 OK 那當然 這是說 如果你不小心 追高了 追在這 但是各位 你去看這一檔 我們當初邀請你的 基本上都是在怎麼樣 都是在絕情孤底 所以差別就在於說 你要跟我 坐在絕情孤底 還是 你最後 很多分析師都在講他的時候 你來 買 然後怎麼樣 去追在高點 我想這是最大的差別 那我想說其實會追高 一檔股票 一追高 其實也不是怎麼樣 也不是一般人 會犯的錯 其實 其實連怎麼樣 連投顧的 連那個 法人都會 比如說以這檔利益來講 我們看到 2月不是 漲到 248 對不對 那你看2月這段時間 股價來到248的時候 請看一下在這邊 這個是 這是股價 這是股價 在這裡 那你看 在 248的時候 你看 其實在之前外資 怎麼樣 已經 我們再跟各位對一下 這段時間他是不是在這邊高檔做盤整 有沒有 比如來到 先衝一波先到232 後來 在 21 220 這邊洗了一段時間之後 再一根長紅刀248就結束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其實這段時間 從這 從我們買進之後 2月之後 2月開始 其實法人在這邊是不是 法人就往上做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股票 不是你跟我買上去的 股票 要大漲 都是要有法人 比如說外資或投信大橋 那你來看這一段 其實這一段 這段你可以看作是 這個 主身段 那主身段呢 你看 這一段的主身段其實 就是這一段股價這邊上去 有沒有 那你看這個主身段是不是就是法人在這邊加碼買進 這一 部分是外資 那這一條線是 這個投信 有沒有 所以 這一段股價拉上去的過程當中是外資跟投信買上去的 OK好那 最後 2月底這一段充248的時候 其實充上去 外資已經在減碼了 可是投信怎麼樣 投信還在這邊買 後來 3月4月整個跌下來 利基電從248之後整個跌下來過程當中呢 你可以看到 誰 投信 一路往下殺 有沒有 然後 外資 殺下來過程當中呢 其實外資怎麼樣 一路往下減 所以這一段 殺下來外資減 後來4月呢 在殺更低的時候 外資怎麼樣 還在往下砍 所以證明怎麼樣 證明 這樣的外資 他其實也是不會做股票 對不對 往下接刀子之後呢 還 往下 再去做停損 然後這段 這段時間的利基電漲上來 你看到外資 外資的持股有沒有增加 沒有 沒有 他還在持續往下賣 好 那投信呢 是持平 但是誰在加碼 自營商 有沒有 自營商在做加碼 所以這一段 時間 我們從4月19 我們從4月 24那時候買進之後 到5月7號這段時間 是誰來幫我們 才叫 自營商 這是關於利基的籌碼 我在這邊跟各位做一下 比較跟說明 那 我想 這檔利基電呢 我們在絕情固體的時候 都是邀請你來跟我們 一起來做操作 那我想今天呢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除了這個利基電 其實在整個PA族群 跟視頻模組比較相關的這個 上游的這個元件 PA 我等一下廣告之後來跟各位 再來做一個這個關於PA的這個 產業趨勢的這個介紹 那 利用廣告時間你還沒有加LINE的 還有沒有加我們YT的 你要第一手掌握 我們在節目中的這個 個股的訊息 還有產業趨勢 歡迎 加利用廣告時間把我們LINE跟我們的這個 YT 訂閱進來 謝謝各位 現在就加入 古海大丈夫 LINE生活圈 小老鼠 HIH888 或掃下方Track 並且訂閱 古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 打開小鈴鐺 歡迎回來節目現場 我這個 很快跟各位帶一下 利基 到底 他在長什麼 那利基他的最主要部分 在這個 營收的 來源在於這個 前端射頻模組這一塊 就是FEM 那 受惠怎麼樣 大陸電信商需求強勁 那他看好下半年不論大陸還是全球市場都有機會重回 這個成長的動能 那 當然最主要還是在這個WiFi7需求會不斷的增加 那其中呢 手握許多這個怎麼樣 客戶的開發案 那包括怎麼樣 智慧手機跟路由器 中端領域 各位 那我們這邊提到說 智慧手機跟路由器對不對 好 那以這個 WiFi7來說 所有的這個什麼 Android手機 他都要怎麼樣 都要開始搭配 WiFi7 那 之前的智慧手機 其實是 WiFi5 WiFi6 的話 他其實 在 這一部分呢 因為 如果你WiFi5 WiFi6 其實現在 現在的智慧手機走向高階的話 已經沒有辦法符合這個高階手機的規格 所以 高階手機現在都要搭配怎麼樣 WiFi7 那WiFi7 他其實 他的這個產品的價格 又比原本的 價格怎麼樣 高出60%到100% 所以 WiFi7 對他這個 業績的貢獻 會來的更高 而且毛利 也會提升 那以這個中國的市場來講 今年其實在前端射屏模組 的用量 有機會 到達 1.5億 那印度市場也會成長 這就是 關於利基 他營運有機會成長的一個 一個契機 好 那 除了利基之外呢 來 利基的這個 4月營收 我想 最主要是這兩個月他的月增 而且也是年增 而且呢 在 第一季的季報公佈之後 他之前都是虧的啦 那 到今年的第一季開始正式轉虧為盈 我想說這就是利基 在這段時間 他的這個股價會從168 然後 到現在190 上下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但是我還是熱見 他未來還是有機會 隨著這個營運動能增強 那股價還是有機會再創 破端性高 OK好 那 除此之外呢 我跟各位帶一下全新 因為我剛剛各位講到說 智慧手機其實在 PA放大器這一塊 就是在 PA這一塊其實 因為現在中國的這個 手機的需求也都上來了 所以PA其實族群我們也可以來追蹤一下 所以順帶跟各位 追蹤PA裡面的這個 幾檔個股 比如全新 文貌跟 宏傑科 那全新呢 其實在這個 4月公佈的營收 月增是 負3.1 但是年增蠻高 年增是 82.38 對比去年其實現在的這個 PAA族群的情況 還不錯 那全新是 宏傑科 跟文貌的這個 上游 上游 那 宏傑科來講呢 宏傑科其實 今年以來 他的這個股價的表現 比這個文貌還要來的強 過去文貌的股價 來到這個 兩三百 那股價遠遠 超過宏傑科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今年的全新跟宏傑科的股價 都一直比這個文貌還要來的漂亮 那 最主要是宏傑科他切入高通的這個供應鏈 那 高通的當然最主要還是以怎麼樣 在這個Wi-Fi 那Wi-Fi我們講說Wi-Fi 6 Wi-Fi 7 Wi-Fi 7 還有怎麼樣 手機晶片 手機晶片 美肌手機晶片 那這一塊 所以宏傑科第2季的這個營收會淡季不淡 那 除此之外呢 這個市場傳出 宏傑科 搶下高通的12項新品的大單 當中有高通 骁龍7的這個色頻 佔7成 還有骁龍8的色頻佔8成 所以 預估怎麼樣 公司他們預估在第2季 第2季末月產有機會拉升到1.5萬片 那年底就會提高到2萬片 甚至到明年上半年會擴到2.5萬片 所以如果 從1.5萬片到2萬片到2.5萬片就代表這家公司其實 下半年到明年他的營收還會怎麼樣 持續成長 那當然 這是在這個除了 高通給他的訂單以外 那其實大陸市場也有復甦 特別現在大陸各家比如說OPPO、VIPLE還有華為都競相在出這個高階手機 微星手機、折疊手機等等 那也帶動他在大陸客戶的佔比也會提升 那大陸他現在是全球最大的手機市場 那經歷2年的低迷之後 復甦也會為這個 洪捷科在下半年的投片 都有機會怎麼樣 能夠有更加積極的這個成長的力道 這是洪捷科的部分 那各位你可以看洪捷科其實在4月的營業收入 這個月增1.25 那今年以來 你看一下其實今年以來 他的每月營收是越來越深 當然年增來講 以累計年增 其實今年前4月對比去年前4月 成長276.3% 所以他年增也是非常漂亮 我想說 各位 其實嚴格來講 洪捷科他也是屬於消費電子一塊 比較不偏向 這個伺服器這一塊 他也屬於消費電子 可見其實現在消費電子的付出力道 還是蠻強的 那另外一檔是文貌 那文貌你可以看到其實4月營收 他也是月增 然後這個 對比去年年增是53 累計年增54.73 所以你單單從 月增跟 累計年增來看的話 其實文貌跟去年同期比是54 洪捷科是276.3% 那剛剛講到這個全新是這個103.78% 所以這三檔PA裡面 以前4月的這個累計年增來講的話 還是以這個洪捷科最強 再來是全新再來才是文貌 所以這三檔呢 這個PA 個股 給各位 稍微來這邊帶一下 各位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稍微超級比一比 那以這個 現在 這個第一季的獲利來講 全新已經公佈1.04 那這個 立即是0.31 那 洪捷科跟這個文貌都還沒公佈 我認為各位可以持續留意一下 這兩檔個股 這 洪捷科跟文貌 這個季報公佈之後的 這一個 情況 那當然 如果你要以這個 文貌 來講的話他當然對比起來 他會比去年的這個 今年的第一季會比去年的這個12月 要來的計真 這是洪捷科 那文貌呢 如果你要去看他 1.23月來講 對比去年的第四季 反而是第四季是衰退的 所以我認為 文貌在公佈這個第一季 這個營收之前 可能股價 不會太強勢 那另外 以全新來看的話 123季 那對比 123月就是第一季 對比去年的這個第四季是衰退的 所以我想 全新一樣在第一季 財報公佈之前 這個 股價 應該也不會太漂亮 所以留意一下 那當然洪捷科是可以留意的 那 洪捷科的這個 營收 也已經公佈了 那最後呢 我們有幾檔股票還是來持續邀請各位 就跟我今天開牌 洪捷科一樣 那還沒開牌代表 股價 還有 比較大的一個價差跟波段你可以來 那這檔我在上禮拜就跟各位講 一張價差近20萬 追國巨不如買這一檔 而且他也公佈怎麼樣 今年要配發股力19.1 單單股力就可以配到2萬 將近2萬 所以這檔股票你一定必須要擁有 我們講說 江湖再走 這個高股息 甚至是未來的這個 破斷漲幅的這個黑馬標股 你必須要有 那這5月3號的走 現在買進就是怎麼樣 在絕情股底 OK 好不好 那另外一檔是 我們想說 揮達的邊緣運算概念股 那黃仁勳呢 在這個6月 可能又要來台灣了 那來的時候他會不會重新提到這 邊緣運算概念股 你要領先跟我在募局 在絕情股底 就像我 當初帶你買進這個利基一樣 那這幾檔股票 歡迎各位 節目之後來電來跟我們詢問 跟著我們來操作這兩檔 好嗎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祝各位股票 支支大賺 謝謝各位 現在就加入 古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 HIH888 或掃下方Track 並且訂閱古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